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三款小苗 这些是玛格丽特 矮天牛 还有一个就是鸡小菊 都是有着开花机器的美成的花卉植物 一般网上购买小苗性价比会比较高 但是好多朋友都说网上买来自己不会倒 成活率很低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买回来的如果是这种血排苗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直径10厘米以内的花盆先给它栽种 那花盆的话这种普通塑料盆就可以 实在没有 那我们弄个一次性的水杯也是可以的 一般的一个花盆只栽种一颗 机制的话我们可以用通用土加上珍珠盐3比1的比例混合 那我们直接填土再种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们浇一次透水 种好之后我们放在通风的闪色光处缓苗 一般4到5天就可以接受充足的阳光照射了 那等生长一段时间 差不多这个苗的直径比我们花盆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移栽到大花盆里面去养护了 那这种移栽好的小苗需要注意的是 尽量不要让它开花会造成养分的大量消耗 会导致以后的猪形不好看 看到这种花包我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花包直接剪掉 那如果是像这种带塑料花盆的苗 我们就别急着换盆 把它放在家里缓几天再换盆 换盆的方法和上面是一样的 正盆是鸡小菊 非常适合现在入手 简单易货 而且看上去非常的小清新 江南地区户外过冬都不是问题 而且全年都能开花 那今天关于春季赏花的小苗 在这种事项介绍就结束了 关于这些花卉的后续情况 我们也会继续更新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可以关注我哦